你现在说话这么稳健 因为读书了 也不是现实吧 就是哥们吧 就我已经直播说过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也挺得罪人的吧 算是 但是说的东西 话其实就是实话 就是感觉哥们都是来混工资的 那打不打没什么意义 然后强队又去不了 就不是混工资的那一部分 你又去不了 混工资这一杯 你去混工资 你为啥不直播呢 不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吧 所以有些东西我接受不了啊 主要是就是你说 我是一路 你说我懒之类怎么也好啊 也是说白了也苦过来的吧 算是 就是那个时候打职业 就电竞环境 就是你多白 你就得打到最好 你不打到最好 你可能 你啥也没有 一无所有吧 算是那种 要不全部都带走 要不一无所有吧 就属于这种环境吧 然后你现在你告诉我环境变了 你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是 电竞这个东西的本质是这样的 就有点跟自己的价值观 出现冲突了 那你这种的话 你很难去接受啊 你很难去接受的情况下 你去打 你怎么可能打得好啊 不就这个道理了 这八区宁静开通的 出现手后啊 谢谢老板 而且再说很迟患 我也不用去指望 混那些工资去养活自己啊 就是这个原因吗 就我说了 我能理解啊 就是这个东西 我能理解 他们做的这件事情 我小的时候 我现在我年纪大了 我能理解 养过自己 从来不是丢人的事情 就你要养得起自己 从来不是丢人的事情 是因为你做什么 只要不伤天害理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就是 我说服不了我 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就不去 就所谓的逃避嘛 那就逃避就好了呀 就不用这样嘛 就逃避就好了呀 我开心吗 我挺开心的 其实就是 再少点黑子 少点串子喷我 就更开心了 其实我现在直播挺开心的 我说实话 你知道吗 没事打打老头呗 也挺有意思 而且还有一件事 就很简单 有那个傲气吧 也算是有那个傲气 就你让我去当替补 我也接受不了 就这么简单 哪怕去个很强的队伍 当替补会接受不了 因为这玩意 哥哥爸 你就有点看 你得看那个首发的心情 就这逼打不烂 你永远上不了场 你懂意思吗 但你总不就去赌他 会打烂吧 太抽象了 就这个太抽象了 就你说我去赌他 打得很臭吧 然后换得到我吧 竞争上岗吧 我跟你们说吧 竞争上岗这个东西 我也打过去 只是对 我觉得是稳住舆论的一个说辞 早就谁能上场或者吃 那早就规定好了 只要那人别太包张 应该是够了伤害 就因为你们要懂一些事情就是 哪怕我们关系特别好 其实你们两个打也还是竞争关系 那竞争关系的话 就是打比方 我现在你把我换上去了 你让我打首发 然后我没有打得很差 你突然把我换下去了 世纪你接受得了吗 我只问你们这一件事 世纪你接受得了吗 你现在会炸不 你现在一定会炸 世纪你肯定接受不了 这个就是一个说辞 你能明白吗 但是真的会有人信 你现在说话这么稳定 因为读书了 加上有挺多那种成功的 大哥吧 跟我说了一句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给我这个 就说的我觉得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他告诉我 他告诉什么 因为网上说什么 我没有情商之类的 他就只跟我说 情商是一种选择 要不说人家能成功呢 就意思就是你能理解 你就能理解 你理解不了 你也不用理解 他告诉我 就这么简单 就你能理解你就理解 理解不了 你也别去试着理解了 挺累 是一个 你们不认识 不是网上的人